Yo 我是老薇 最近天氣有點變冷了 可能要多穿點衣服喔 要不然真的蠻容易感冒的 今天我們要來開的是那個龍桃子的攻擊鍵砲裝 這個目前在網路上應該已經蠻貴的 好像都要2000塊錢左右吧 剛好是因為這個雙十一啊 老薇跟到了便宜的單 所以一隻才買到1300左右 這還算蠻便宜的 龍桃子啊 這個現在應該都已經是絕版的商品了 早期的龍桃子 它除攻擊以外 它還有做劍砲的獨立的販賣 我覺得這算蠻佛心的啦 因為現在基本上就是同一個本體 然後要你買很多次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龍桃子那個時候就是 有空通霸著嘛 然後劍砲裝 所以其實你只要買一個本體 然後其他去把它買起 就是可以做成了完美攻擊的那樣的狀態 以蠻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去替消費者審核包啦 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因為現在龍桃子就是因為 因為盜版的關係所以被 被封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買 如果要買劍砲裝的話 就只能買萬代的 但是問題是萬代的那個劍砲裝啊 那個MG那個版本 哇真的是非常久沒有在生產的 所以現在也是非常的麻煩 所以你要做成完美攻擊 那就等明年的PG完美攻擊吧 那我們今天就趕快來回味一下 就是曾經的龍桃子 帶給我們一樣什麼樣的驚喜呢 尤其是這一把劍裝的那個攻擊啊 那把劍啊 真的是龍桃子自己的原創設計 我覺得還算是蠻帥的 的劍裝跟砲裝的說明書 這個龍桃子的攻擊版本 其實萬代的那個MG的攻擊RM版的 那個攻擊的本體 非常非常的像 那可以看到龍桃子 他的說明書也是做的 算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就是跟後來的大班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廠商做的 真的那說明書的質感真的是不一樣了 感覺他真的是蠻用心的一間廠商啊 但是就是蠻用心盜版的一間廠商 所以可能就是萬代攻 第一個攻擊也是攻擊到他 所以現在大班都還活著 他的砲啊 真的是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大吧 我是覺得說還蠻帥的 這個劍裝的這個藍色的這個部分啊 其實這個劍啊 是龍桃子他自己原創的設計 而且在那個時候就聽想到說 可以在武器上面裝特效 我覺得真的算是蠻早一步想到 就是未來的模型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模型都已經 就是本體再加搭配特效 龍桃子算是蠻早一步做出這件事情的 他的裝備的板件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這整塊板件全部都是槍的板件 因為綠色的 然後也有給一張非常大張的水貼 手的部分呢也全部都是用全部都可動手 老衛就簡單開箱了一下 就是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找不到空中霸者了 所以要組合成完美攻擊 可能就是要拿萬代那個攻擊RM版來當主體 然後其他的配件裝上去 但是我覺得以懷念的角度來講的話 龍桃子真的是帶給我們曾經蠻多的回憶的 你有買過龍桃子的模型嗎